70年前的今天 冯白鞠率领琼雅党政军机关进入海口 与渡海部队指挥员邓华等共同指挥部队追奸逃敌 1950年4月25号 解放军第119师占领黄酌镇北面的乌盖岭 俘虏国民党第62军副军长兼151师师长中将罗茂勋 和国民党军1500人 解放军第128师和琼雅纵队独立团解放了文昌文城镇 第128师挥师南下进至琼海陷阱 夹击镇已由第119师第355团解放 第128师主力与第119师主力挥师后携手向南追击逃敌